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满足我们学习摄影的需要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面临的品牌其实真是不少 除了大名鼎鼎的莱卡以外 还有尼康 佳能 索尼 松下 哈苏 2084 富士等等等等 这个表层还没列全 面对如此众多的品牌的时候 很多人是很抓狂的 各说各有理 问这个推荐你买尼康 问那个推荐你买佳能 不知道听哪个好 所以我们就简单来看一看 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的找到自己所适合的品牌呢 我们这么来看这个问题 每一个品牌 它所擅长的相机的种类会不一样 上节课你们已经了解了 相机的种类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就好办了 我们的单版相机 它只有两大品牌 如果你已经确认 我要买单版相机了 那么在单版相机中 你不是选佳能 就是选尼康 这两个是单版相机中 最常见的一个品牌 两家的性格可能不太一样 佳能公司可能很喜欢做这个市场营销活动 推了很多广告 请了很多大明星来当代言人 那么尼康就属于一种闷头做产品的性格 他把产品做得很好 很扎实 钱也没拿出来做什么广告 所以你们很少见到尼康的广告 那么另外 佳能的外形就稍微的圆润一些 尼康的外形就更方正一些 根据你们的喜好去选择 我老是跟我学生们说 这个选尼康选佳能 到底有那么困难吗 一点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两个相机在同一档次的机型下 差异非常之小 比如说你都准备花一万块钱买相机 买尼康还是买佳能 这个差异是肉眼几乎无法辨别的 所以我们买相机可能就是有多少钱 买多少东西 至于到底尼康还是佳能好 其实不能这么论 它可能有了机型 佳能稍微好一点 但尼康有可能在另一个机型中又扳回一局 我一直觉得不必特别去讲究这个两个品牌之间的这个细节上的差异 在真实的拍摄过程中啊 其实我也用尼康也用佳能 我觉得两个机器最终的这个摄影创作上来讲啊 这个干活的方面来讲 它并没有什么很本质的区别 当然了 因为我使用了第二台单反相机就是尼康牌的 那时候还是尼康牌的胶片单反 所以我一直就很习惯于尼康的操作 那有人如果你们也是一样的 你以前就在用佳能的相机的话 那么你就延续下来就好 那换门我觉得不是一件很必要的事啊 顺便我也解释一下 有同学可能听不懂换门这个词啊 就说从尼康这个门进了佳能那个门 或者反过来 就叫换门 呃 因为换门的时候除了换机身 那你还要换镜头 全套东西可能要重新买过 所以网友们又细称叫灭门啊 灭门 这个换 另一个品牌 出家为尼或者怎么样 单反相机其实算是比较简单的一种选择了 我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讲几个 常见微单品牌的特点 然后你们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去购买它 那第一个呢 是2084的相机 2084自从做了OMD系列的相机以后啊 真的是在微单中 突然就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虽然画幅比较小 它是43画幅的 也就是所谓的半幅啊 是全画幅相机的 CMOS感光元件的一半的大小 但是这种相机呢 把半幅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它的防抖极为强悍 可以说是目前的这个 所有相机中 防抖功能最为强悍的一种相机 你甚至很难想象出 它的防抖是多么有效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每秒11张的连拍 和诸多非常智能化的功能 那么除了它的防抖和连拍速度以外 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波轮和按钮特别多 我们在选择相机的时候呢 其实更喜欢那种波轮和按钮 长到外边了 因为一台数码相机的功能有许多 如果个个都让你到屏幕里去 按菜单找 那就是非常不方便的了 操作起来也很慢 所以我们都希望这些按钮呢 在机背和机顶出现 而且呢最好它有波轮 这样控制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那我在外出拍摄的时候 但凡要背着包走很长的路的时候呢 我都是使用2084的EM1和EM5 Mark II 这两款相机 2084的OMD相机呢 也是我现在使用的最多的一种相机 那除此之外呢 现在富士也很受大家的欢迎 富士的微单相机的特点啊 是它的色彩非常的漂亮 它所拍出来的色彩呢 是模拟富士公司以前做过的一些胶片的色彩 所以当别的相机里面的选项 都是什么标准啊 人像啊 风光这样的色彩模式的时候 在富士的相机里面 它是Xperia Astria等等胶片的名称 因为它的色彩调整是基于胶片的那种特性的 所以拍出来照片呢 也显得非常真实 还真的像一张照片一样 色彩也非常的漂亮 是几十年来久经考验的色彩风格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 叫富士学妹 叫XM1 我们倪称学妹 其实它还有一个系列叫做X100 那个系列相机是非常适合做人文记事摄影的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谈到 但因为它不属于微单的范畴了 所以我们暂时不在这里来说 富士的微单相机的感光元件啊 会比刚才2084要大一些 所以在理论上在暗光摄影的时候 会画质更好一些 索尼相机也是一样 他们俩使用的都是APS画幅 也就是跟非全幅的单反相机 是同样大家的画幅 他们在画质上呢 确实不输那些非全幅的单反相机 但是索尼呢 自己也出了一些全画幅的微单相机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使用全画幅微单相机呢 会失去微单相机便携的优势 这个你们自己考虑 如果你想要画质好 它就会变得更笨重一些 那么更糟糕的一点是 越大了画幅 它的镜头就会越重 索尼的全画幅相机的镜头重量 跟真正的全画幅单反相机 镜头重量几乎是一样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到底背不背得动 如果你只是在影棚里面拍一拍 或者说自驾游那还好 比如说做旅游的摄影师啊 或者是这个风光的摄影师的时候 可能背一大套的全画幅相机 还是有些困难的 别忘了你还需要背着很多种镜头 所以索尼的特点呢 主要在于它的画质还不错 松下生产的微单相机呢 叫做LUMIX 目前它在微单的市场 占有量来说还属于一个比较少的范畴 加上我有没有用过它 没有接触过它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便评论 它的一些特点了 下来是旁轴相机 旁轴相机最著名的 就是莱卡的品牌了 如果你要买旁轴的话呢 可能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别忘了旁轴相机呢 几乎没有自动化的功能 所以我不推荐自由这些摄影师 和普通的摄影 或者使用旁轴相机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 旁轴相机的优势 但是又不想付出 如此大的代价的话 那么你可以试一试 富士的X100系列 这个我们在刚才提过 它虽然称不上 真正的旁轴相机 但它毕竟具有 旁轴相机的某一些优点 在我的学生里面呢 使用富士X100相机的同学呢 不在少数 它不能换镜头 它的镜头是定教了35毫米 但是它仍是我们人文摄影师 和人文摄影爱好者的最佳选择 在我的博客里 好几篇文章描述 X100系列的产品的 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 叶子空格X100就可以了 最后呢是中画幅的相机 中画幅的相机选择比较简单啊 只要选哈苏就好了 相机之王嘛 中画幅 应该说是非弹魔术 既然你已经决心 要和中画幅来拍你的摄影作品了 那么你就一次买个好的吧 那其实呢 除了根据这个相机的种类 去选择它相应的品牌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中稿 就是和你的朋友选一样的品牌 比如说尼康和佳能 我刚才说过了 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大 如果你的朋友正在用佳能 那你就买佳能吧 如果你的朋友正在用尼康 那你就买尼康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两之间的镜头和附件 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 这样的话可以为你省下一大笔钱 你们可以体验到 对方所买的镜头的效果 先试一试用的好了 确实符合你的需求 你再去购买它 另外呢 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内 尼康和佳能的这些用户啊 他们之间对立情绪很重 互相瞧不起 都觉得自己买的相机才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懒得费这个口车 你要买什么 我跟你买一样的无所谓 在同样的预算的情况下 两个机器本来就不差什么 那我就跟你买一样的 省得你念叨我 最后一个忠告 是给我们的自由职业摄影师的 是给那些有志于将来拿摄影 当自己职业的人 你们在有限的预算下呢 可以考虑这个建议 就买一些个头比较大的 一个稍微高一点的 好歹也装装样子 给你的客户看 给你的模特看 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的相机 才能拍出好的照片来啊 我自己就非常喜欢用卡片机 手机或者是微单相机 来秒杀那些用几万几十万的 相机的人的作品 在自己的水平还没有足够高 在自己的名声 还没有足够大的时候 有意识地给外行一些热闹看 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到底哪些功能 是我们相机必备的 我们学习摄影 到底需要哪些功能 那首先呢 我们肯定是需要光圈优先模式 这是一种半自动的模式 是由人来控制光圈 相机来控制快门的模式 左边你见到的是佳能相机的光圈优先模式 它是AV 而在其他的品牌的相机中呢 是以A为标识的 大部分的相机啊 都是相机顶部有一个大的拨盘 可以切换曝光的模式 光圈优先模式呢 就在其中 少部分的尼康相机呢 有一个MOD按钮 就是模式按钮 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以后 拨动我们右手大拇指处的拨盘 向左滚动或者向右滚动 就可以控制这个曝光的模式 在你们现在看到的激进叶景屏呢 最左上角呢 就会出现 党位的切换什么P啊 A啊 M啊 那你放在A就好了 通过光圈优先模式呢 我们可以自由的控制光圈的大小 从而达到控制背景虚化效果的这个目的 之后我们学习曝光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 通过这个模式 我们还可以间接的控制快门的速度 另外如果各位需要在室内拍摄 不管是拍摄人物还是拍摄产品 只要你要动用到闪光灯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都必须要有手动的曝光模式 手动曝光模式在机顶的拨盘里面呢 是以M来做标示的 把这个M转到现在P右边的那个小白点的位置 你就已经把曝光模式切换到M了 请注意 我们在绝大部分时候都不会使用M档曝光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 我们会这么做 第一 闪光灯摄影 第二 光线昏暗到相机完全无法测光的时候 所谓用M档才是大师的说法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但是反过来说却是成立的 大师们都在用M档 为什么呢 因为大师们都回来上个世纪 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动档 半自动档可供选择 另外那些大师们用M档的时候 他们手头还有极为精确的测光表 在辅助测光 在这里不知道有多的同学会误入企图 我先给你们打好预防针 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使用光纯有限档的 那么这是手动曝光拍摄的星空 在这种情况下相机完全无法测光了 因为光线太过昏暗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使用手动曝光 第三个必须具备的功能 是手动的控制感光度 当我们按一下ISO按钮以后 拨动相机上的某个波轮 我们就可以控制感光度的大小 至于感光度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在后面的课里面会详细的讲解 现在只是我带你们检查一下 最好相机上有这些功能 在弱光环境下 我们就尤为需要一些感光度的调整 来帮我们拍出清晰的照片来 接下来是曝光补偿功能 在弘的相机上有一个加减号的符号 按下这个按钮的同时 去拨动相机上的某个波轮 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 它这个参数再往左走或者往右走 往右画面就会变得越来越亮 往左会变得越来越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机身上 可能有三处加减号的按钮 一处是用来调整趋光度 来适应大家的近视眼或者老花眼的 所以不是那个按钮 还有一处在加减号的旁边有一个闪光符号 是用来调闪光灯的亮度的 所以也不是那个符号 请大家注意 这个符号旁边不能添加任何东西 它的形状也不能变 这才是曝光补偿按钮 另外我们少部分的佳能相机 只要机背上带有一个旋钮的 一般来说它的曝光补偿就是这个旋钮 不需要按那个加减号了 也找不到那个加减号了 直接旋转这个钮 曝光补偿就可以前后移动 有人可能比较困惑 发现现在的旋转相机没有任何的效果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能是因为你的相机没开机 可能是因为你的相机睡眠了 所以保持开机的情况下 稍微奔一下快门 这个时候唤醒相机就可以调了 还有的同学呢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就是这个旋钮底下有个lock 看见了吗是个锁 如果你把这个锁锁住了 那么这个旋钮呢 就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了 曝光补偿是我们最常使用的功能之一 所以几乎所有的相机 连同卡片机和大部分的手机上 都有这个功能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功能呢 因为我们的相机在判断曝光的时候啊 它会稍微有一点偏差 会不太准 比如说雪景的时候 拍出来呢 会比较发暗发挥 如果你能增加曝光补偿的话 我们就能把这个雪景变成一个真正的银白色的天体 最后呢在你的相机里最好还有白平衡的调整功能 白平衡的标识一般是WB White Balance 那么在这个菜单里面有很多种模式可供选择 太阳的 阴天的 阴影的 无私灯的还是日光灯的等等等等 绝大部分相机都会有这些功能 只需要你按一下这个WB按钮 并且拨动相机上的某一个波轮就可以实现了 像这种按一个按钮在拨波轮的这种东西啊 我们就叫它是组合按键 它是一个按键和一个波轮组合使用的 叫组合按键 如果是自动白平衡的话呢 相机会主动的去校正这个当时的环境色的偏差 把你拍摄的物体呢 争取拍摄出这个原有的本色来 但是手动白平衡呢 就不一样了 它可能是不让相机进行教程 故意的有所偏差 甚至可以自己去营造一些画面的偏色的效果 最后呢 回答少部分同学的问题 到底能用胶片相机学摄影吗 那我们胶片按键和数码相机呢 其实大体是一样的 只有三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个方面是感光元件 一个是胶卷的 一个是CMOS CMOS明显就拍照就不花钱 但是胶卷呢 拍完去洗出来要花钱 这个看你成不成熟得起这个成本 另外呢 胶片相机拍完照片以后啊 通常要隔好几天才能看到最终的成果 你愿不愿意等这个时间 这是你自己考虑的事情 除了感光元件的原理不太一样以外 他们的照片呈现方式也不太一样 数码相机的照片呢 可能更多的是在电子显示屏上进行播放 少部分时候我们会把它印下来 而传统照片呢 就一定要印下来才能看到 最后呢 胶片相机的暗方会稍微的麻烦一点 是化学暗方 你最好要有自己的空间 自己学会冲洗照片 而数码照片的暗方呢 就不需要一个专门的屋子 它只需要一台电脑就够 就是我们熟悉的Photoshop 或者Lightroom软件 数码暗方的技术呢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 也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 在相机的机身选择完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 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镜头 首先呢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 就是镜头呢 分为定焦和变焦 这么两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定焦镜头呢 它是焦距不可变换的 这些都是定焦镜头 看上去很威武啊 是专业镜头 但它们拍出来的照片呢 长焦的就是长焦的 可以把远处的物体拉得很近 而且没有什么立体感 广角就是广角的 立体透视明显 近大远小 而且非常具有震撼的效果 常用于拍摄室内 或者狭小的巷子等等 中焦镜头呢 它看到的世界 跟人眼看到的世界 比较类似 它既没有广角的那么夸张 也没有长焦的那么抽象 或者那么猎奇 这种镜头的效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过去的摄影师很麻烦 他们需要背一大堆的 这个定焦镜头跑 根据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创作 需要去换上相应的镜头 但我们现在呢 有了一种叫 变焦镜头的东西 它的焦距啊 可以从广角到长焦之间变化 左边是24105 右边是2470 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变焦镜头 各位在买自己的 第一支镜头的时候 我强烈建议大家 购买类似焦距范围的 变焦镜头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能尽快的体验到 什么是广角的效果 什么是长焦的效果 对今后的创作呢 是大有好处的 另外我主付一句啊 那个如果不是 全哈佛相机的同学们呢 你们买的镜头焦距 可能稍微不一样一些 因为你们的镜头焦距呢 要在你们镜头上的 这个焦距刻度的基础上 要乘以1.5或者1.6 你康乘以1.5 加乘以1.6 乘了以后 大致等于24到105 20到70就可以了 2084核松下的微单相机呢 要在它自己的 这个镜头刻度之上 乘以2 比如说它的1250 就等于24100毫米 这么个焦段 为什么要乘以这个技术 我们在后面的课里面 也会为大家详解 现在你只要知道 你选择了第一只头 最好是什么样子的 就可以了 最后啊 镜头还有一个关键的参数 就是光圈 光圈的大小呢 是镜头上一个 非常重要的参数 所以它也会被刻在 我们的镜头名称的旁边 1比3.5到5.6 意思就是说 这只镜头的广角端 能使用最大光圈3.5 长焦时 它能使用的最大光圈是5.6 这个镜头呢 不管你是用了长焦 还是广角 它的最大光圈 永远是2.8那么大 从刻度上来看 这个1比2.8 那个比后边那个数字啊 是越小 光圈就越大 也就是说 这只镜头的最大光圈为2.8 它就比刚才那只 只有4的光圈的镜头呢 要更好一些 在买镜头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镜头里边 还是外面有灰尘 左边是里面的灰尘 看上去的黑色的 外面的灰尘 看上去的白色的 用吹气球稍微的吹一吹 这些灰尘就会无影不踪了 但是镜头内部的灰尘 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有条件的话 在买镜头的时候 看一看 检查好了 再购买 这节课的内容就这么多 下节课呢 是我们最后一堂预备课程 讲的是相机的保养 我们反复斟酌了这个问题 最后还是决定 先给大家讲相机的保养问题 因为我们发现 很多人在学了一些相机基础以后 相机已经毁了差不多了 所以呢 还是先讲完保养 再往后 我们就开始学习拍照的事 如果你还是拿不定主意 到底该买什么样的相机 欢迎加入我的私人微信 向我提问 还没有加入咱们这个学期的 微信群的同学 请添加课程顾问的微信 将本课程的购买记录 发给他 他就会把您拉进群中 这一课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